各位午安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各位见面 也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今天这个session 那今天我这个地方为各位介绍 MySeal Extension for VS Code 那然后另外呢 还专门着重在MySeal的Rest Service 那这是基本上是两种不同的 应该这么说 Rest Service是它的一个呈现方式 那MySeal Extension for VS Code 实际上是在VS Code上面一个plugging 那先谈一下MySeal Share for VS Code 我想各位今天会参加我这个session 应该都或多或少用过MySeal 大概对MySeal的Database 有一点基本的认识 最起码 可能有人是MySeal专家也不一定 那实际上MySeal不光是一个Database 我想你一定用过MySeal Database 那但是MySeal除了Database以外 另外还有很多前端的工具 比如说一些connector 比如说你是用加把写程式的话 你会有connector 基本上就是一个JDP driver 那你去连那个Database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很多前端的工具 这些工具 各位有用过哪些工具吗 有没有 有没有用过workbench 很多人应该有一些人用过 谢谢 那除了workbench以外 像还有一些 比如说MySeal Router 有没有听过 没有 MySeal Router是在 是一个media tier 它是在你的Database 跟你的AP中间 来帮你做什么 帮你做一些dispatching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lobination 基本上它是一个软体 你可以跑到任何台机器上面 Linux也好 Windows也好 你AP呢 就任router router来帮你绕你的request 到不同的Database上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求呢 因为你的MySeal 有可能不是一个Database 你MySeal可能是好几个Database 你可能会做一个高可控架构 最起码你可能会组重复制 或者是在MySeal 比较新的技术上面 可能也不是很新 我们出来大概五六年了 你会有所谓InnoDB Cluster 如果InnoDB Cluster的话 就是它基本上是一个包装组合 那包含MySeal 选择的工具 MySeal Router 是中间的media tier 然后呢 后面你可以配置一个 我们叫Gruplication MySeal Gruplicate 群组复制 那这个群组复制 它的目的就是 基本上它是架在 传统的MySeal 一部复制上面 但是它的作用是可以帮你保证说 你的资料绝对不会丢掉 怎么说呢 就是你的database的资料 写到你的组database的时候 它一定要让你的database 也在其他的 应该怎么说 它不是一定要等 它是说你今天这个 你的Master Server 因为你今天做组统复制 你会有Master Server 或者我们叫Primary Server 在群组复制 我们叫Primary Server 你所发生的 所有的新生需要改善除 当你Favor的时候 你的Primary Server 挂掉了Favor 或是下下来Favor的时候 Favor到另外一个 备份的database上面 你绝对不会掉资料 它一定让你看得到 因为它底下是用一个 叫这个 叫Manchusia的Algorithm 那来去做Change的Purpose 然后来做Elect你的 Elect你的Leader 等等这样的操作 那这样你在Favor的时候 它可以保证你不会掉资料 那这是Groupation 它主要的目的是这样 那如果说你今天底下 不是一个database 你是两个以上的database 或是如果说 你就做组复制的话 你可能最起码三个 多的话 你最多可以到了九个database 那你的AP 到底要打到哪个database 你是写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打到 你的primary database上面 然后你是读的话 你后面可能 如果说你拿了五个database 在底下 那你如果三四个database 可能是read-only 它用run-ruby方式来 帮你导入read-only的操作 这样的操作 你可以透过router来做 你的AP不需要知道 说底下有多少个server 多少个myself database 它先找到router 由router来帮你 绕你的transaction 到不同的 到它所需要走的地方 那这是前男一个工具 那wordbench 当然我想简单 就是一个图形化的一个界面 图形化界面 这个图形化界面呢 让你去管你的database 去查你的database 做各种不同的操作 像除了wordbench以外 我们现在比较新的一个技术 我们叫myself share 这些都是在 你的myself download网站上面 就是 tripetalmyself.com slashdownloads 里面可以找得到的 那myself share是什么东西呢 myself share 它是一个myself command line 基本上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 它也许有一天会完全取代 myself的一般的工具 前端的那个comment 就是myself command 一般的东西你要找myself 就是myself-usernet -p-password-h 你的hostnet等等 那这是myself command 那我们有一个叫myself share 它的程式名称叫myselfsh 这个也可以直接在myself 当网站上就是当网下来的 那这个工具呢 它除了可以代替一般的myself command line 以外 另外呢 它还提供一个工具 可以让你去处理 nosecure 处理json document 对json document做查询 做操作 还有呢 各种不同的utility在上面 比如帮你配 unodbclass的这种高可用架构等等 那另外还帮你做myself 的一些工具 就是myself share上面会有这样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发觉啊 有技术或者你整个架构的设定 常常是由deverper来决定的 DBA老实讲 对于 DBA就是被动的接受 你dever开发什么东西 用什么样的dever 我就纯粹开发完以后就接受 所以DBA比较可怜 那反正是承接别人的 不管是好也好 坏也好 承接别人的这个结果 那所以呢 我们对于deverper的这个照顾 或者对deverper的这个 这个琢磨呢 是相当用心的 那在一般deverper世界里面呢 我们在四楼上面 有一个统计说 你用哪些ID工具 当然呢 各种不同的ID工具 myself share也在里面 不是VSCode也在里面 VSCode在 因为它可能对于Java的 它是比较泛用型的 所以可能它不是排名第一 在楼上 它排名不是排名第一 但是最起码它排名第二 如果你有兴趣的 你可以上去看一下 但是一般其他的 大部分的程式开发 不管你是用Python开发 你开发你的Node.js也好 很常见的是 买 选用JavaScript 很常见用VSCode 那这个是StackOverflow所做的一个统计 StackOverflow我想各位应该或多或少都去用过 去查过了 它这个问题 你有问题都可以查 那有7升以上的Developer 它是用VSCode 所以它的实在率是最高的 目前来说在你的Developer的环境里面 那Developer它最常用的Database呢 有5成以上是用MySQL 所以我们这个想 我们就想 为什么不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呢 我们在VSCode底下做一个Extension 做一个MySQL Exchange 这是我们今天所谈的一个 其中一个重点 像这个MySQL Extension for 我们叫MySQL Share for Visitor Code呢 它并不是我们刻意做出来的 而是不小心做出来 我们知道 Oracle它是软体公司 MySQL它也是 有非常大的开发团队 所以我们很多的Coding的工作 我们这个MySQL 就在Oracle的团队 Oracle这个整个公司里面 大概 合计起来大概有七八百人 其中有一半是Developer 不光是Developer 不光是开发你的Database 还开发各种不同的工具 Cognitor这些东西 那现在我们 Oracle又花很大的力气 在投资在这个云上面 我们有OCI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在云上 所以它是有很多Developer 也在做云上面的事情 那你这些Developer在开发 它总需要有一个ID工具 那在Oracle的团队里面 用的最广泛的ID工具 也是VS Code 那既然我们在VS Code上面 开发MySQL的程式 我们就想 有人就好事着了 就开始了 想我们是不是可以 去用VS Code来 专门处理MySQL 因为它自己可以开发 所以它很简单 就可能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Parking 然后直接对MySQL做管理 这就是MySQL Share ForVS Code的一个来源 那像它implement的界面 完全是MySQL Share的界面 那它也不是从头开发 它有利用MySQL Share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有VS Code 有PluggingMySQL Share的时候 它有一个MySQL Share的程式 单独MySQL Share的程式 在你的环境里面 那当然我们最近这几年 除了一般的DataBase 但我们前面也讲过 也花很大的力气的 在开发语音上面 那尤其在OCI的云上面 我们有MySQL的DataBase Service 我们叫MDS 还有后面有一个 Hitway的一个Cluster 那我们也在上面 加了各种不同的 Support工具和Function 在这个MySQL Share ForVS Code底下 那它主要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可以两者结合 最多的Diverter所用的工具 最多的Diverter用的DataBase 或是可以在那工具里面 可以直接去迁入 DataBase上面 管理的操作 然后这个插件 插进去以后 你的VS Code 直接可以去操作DataBase 直接可以管DataBase 甚至有一天 我前面讲过 像Walkbench这样的东西 我们现在有个目标是 希望把Walkbench 本身所有的功能 那个图形化界面的功能 通通插在MDS Share里面 当然也意味着MDS Share forVS Code 也可以拿到这些功能 那现在逐步加进来 是逐步加进来的 那这是我们想做的一个目标 在这个地方 而且在开发的时候 我们有一群Oracle的标准 Oracle对于开发工具的 一个extension标准 那我们在底下 support 它的language 除了一般的SQL language以外 那我们也support JavaScript 也support 也support 这个TypeScript 所以你今天 你对于DataBase上操作 你可以用TypeScript来做操作 那你今天对DataBase上面 尤其是我说 你是操作Document Base 就是JetsonDocument 在那个MISO里面 所成为JetsonDocument的时候 你可以用JavaScript的界面 来做这样的操作 那另外呢 我们也开发 这个开放的界面 让各种不同的工具 或各种不同的Future呢 可以透这个Visco呢 挂在这个MISO Share底下 那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support NodeJS 但是底下support NodeJS 如果说你今天用 今天是Jetson的文件 今天是NodeJS的这个操作的话 那我们今天可能完全是 帮你support的 那我们在上面 为了supportNodeJS呢 我们开发一个REST的API 开发一个REST的Service 我们叫MISO REST Service 在MISO REST Service呢 它基本上就提供一个 REST Service的一个界面 它support你RESTful的一个assess 它也是放在DataBase前面 这个放的位置还是在Router上面 还是在MISO Router上面 那用MISO Router来接受 你前单的REST的Request 加在HTB的Protocol上面 那你这个MISO REST Service底下 包含了这几种component 但背后有DataBase 这个DataBase 甚至可能是一个MISO Cluster 或是在云上 有一个MISO Database Service 或者是一个InnoDB Cluster 那如果说你今天 是一个高可能价格的话 你用InnoDB Cluster 来透过MISO Share 来配置InnoDB Cluster 也可以直接挂在这底下 来做管理和配置 那你今天在上面 做REST Service的配置的时候 像它在DataBase里面 会找一个Schema 就MISO Database 会找一个Schema 这个Schema叫MISO REST Service Mentadata 你在这个Schema里面 它会配置你所有的Configuration 配置你REST Service的 那些Configuration 然后它会开放一个 预设的端口 但是这个端口你是可以改的 第一个是8443 8443的端口 你可以透过这个8443端口 走HTTP的Portacle 去Asses Database 而这个DataBase 展现出来的就是Json的文件 展现出来是Json的文件 那我们也提供一个图项化界面 让你用这个图项化界面 在VSCode里面用图项化界面 来管理这个MISO REST Service 你在上面去配置你的Router Boost Drive你的Router Boost DriveRouter上 它不光是把Router带起来 另外它背后在DataBase里面 它会建立一个Schema 在这个Schema底下 能记录你Router的配置 Router背后 你可以连了什么样的DataBase 然后在上面 你可以配置 你可以配置Rest Service 你可以加一个两个不同的Rest Service 它都会在你的Schema里面 Mentadata Schema里面 放你的那个Rest Service讯息 然后你可以曝露说 我今天要把某个DataBase的 User端 就是你的AP端的DataBase 它的界面放上去 Rest Service界面放上去 那或者是你可以指定说 我要把某个特定的Table 里面的界面放出来 透过Rest Service 让你可以去Asses它 可以去对它做查询 或者甚至新增积改删除 这些操作 透过Rest Service API 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里面的组成包含了 后端的MentadataBase 包含后端的DataBase 然后中间会有个Router 那它会开放出来 我们前面说的8413 这个83是架在Router上面 由Router来提供的83的Port Number Router后面对DataBase 是完全走Mentadata Protocol 但是你AP端感觉不像Mentadata Protocol 而感觉到是HT的Protocol 然后走Rest Service的界面 然后走Rest Service的界面 然后在VS Code上面 我们有图形化的管理界面 让你去管你的Rest Service 然后你去做配置等等这些操作 然后在上面可以帮你生成你的脚本 帮你生成你的脚本 那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 我们MentadataBase的Protocol 已经很多人在用了 那为什么要开放Rest Service 主要我觉得是有两大理由 第一大理由就是你版本中间的相容性 因为我们的版本会变更 Mentadata版本 小版本大概不会有太大的相容性问题 大版本的话 你可能比如说你原来是5.7 你变成8.0的时候 可能会有些Protocol 就不太能够适应了 那虽然我们在很多的新的版本 在开发的时候 都必须迁就旧的版本的Protocol 然后必须去忍受这个不方便性 为什么因为考虑到向下相容性 不能说今天升版了以后 很多的AP我要重新写 那可能就不太方便了 那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叫Rest Service 你的AP 实际上它是直接完全是 架着HT Protocom 走Rest Service的API进来 那Database后面 你不管是升到哪个版本 换哪个版本 对你AP端都完全无关 AP端可以 你Database换到什么样的版本 对它来说都不会有问题 那另外呢 加在HTB上面 然后它没有状态 它是Stellar List的 然后呢 我们也support各种不同的association 包含了OS2的authentication 包含做certification 今天你通过Rest Service的时候 你可以说今天前端呢 是要拿个certification去做认证 或是simple的authentication 就是你今天authentication的 优胜很怕说 像每频道Database里面的 优胜Table去帮你对 是不是有这个优胜 或者你透过OS2 我们也可以收获你做OS2的验证 所以OS2就是你用第三方的认证 你可以说我今天OS2 带的是Google的认证 就是你的登录的时候 直接带Google的登录画面进来 然后呢 它chargeGoogle的认证 类似上这样的技术 我们都有 然后提供图形化界面 或是commandline的界面 然后另外一遇是Stellar List 所以我们在Database里面 不会去maintain那些session object 如果说你在Database上面 如果说你直接连Database 在MetroDatabase里面 任何一个连续器 它会开一个县程给你 那个县程会耗resource的 那个县程会耗resource的 因为它有Statis 所以那个县程那个share的 会记录它那个进程所有的状态 那这个有个问题就是 当你的连线数增加了很多的时候 比如连线数增加了几千个 甚至上万个的时候 Database可能会受不了 Database可能会焊住 甚至可能会被冲垮掉 会被crash掉 尤其早期的MetroDatabase会有这种问题 那我们今天走Rate Service 它是Statis的 所以你今天就连线 就走HTP POCO连上来 然后return你的message就断掉了 它不会真正在你的session object 不会真正有session的 是那个观念在这上面 所以对你Database上面的 overhead相对起来比较少 对你的overhead相对起来比较少 那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 除了像东西另外一个重点 它要支援新的技术 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外面 有时候MEM的技术 M字代表可能一般来说是 只能够DB Express Angular JS 还有Node JS 那这些技术 可能比较新的 或者是你要support 你做JavaScript的时候 你走Rate Service的界面的时候 那它可以置得最完整 它提供json上面的一些 大根本的操作 所以我们提供json的 大根本操作在这底下 那它主要能够提供出来的功能 大概就是 透过Rate for Service 你可以去查你的table 对table上面做操作 对view做操作 甚至做procedure 如果是stopper show 你别的捞出来是 一个array的资料 感觉像一个table一样 或者你单一个资料 那这是用简单很快速的方式 来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你的content都是 你content都是走HT protocol 然后它是static的content 就是走HT protocol 就是基本上它是request response request response 那中间没有session的 那个概念在这上面 然后authentication方式呢 我们支持这几种 当然第一个是simple authentication 就是透过你的 databit上面的user的 user table去mapping 你的user and password 对不对让你进来 Austro前面讲过 第三方的认证 像Google Twitter这些 或是Facebook的认证 或是你自己所define的 unuser authentication unuser authentication的方式 我们可以投入这方式来做 那它的架构会是怎么样呢 你有VSCode 然后你在VSCode上面 加上myser share extension 它会另外再带一个myser share出来 myser share的程式在这底下 来support它 所以这上面实际上是很 这里面没有太多的code 很轻薄单小 大部分的操作是透过myser share来做 大部分操作是透过这个 VSCode底下的 所带那个环境上面的myser share来做 那在myser上面有res API 然后呢它有group plugin 还有呢 如果说你是远程流到 连到那个云上面的myser 我们myser database service的话 那透过mds plugin来帮你做操作 我们今天走的myser share service myser share service的plugin 直接对database来做操作 那你的这个界面 或者它所开放出来的这个 实际上你正在做的时候 它背后还有个router 它会配置个router在这环境底下 那你配置个router 它之间开放出来的界面 就是走8443的pode 那个pode 然后它的protocol走htb的protocol 那这是这样 然后在router上面呢 基本上router它是用CGIR 所写的一个程式 做一个middle tier 我前面也讲过了 来帮你去 一个是做lobbaneser 或者是做rearrite spree 如果说你有读写分离的 这样的需求 比如说你有一个 主重复制的那个主节点 和重节点 或者是你有这个gubrication primary node second node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需要做这种 这种读写分离的操作 这个透过router来帮你做 你的AP可以做得非常简单 就直接认你的router的位置 和它pornum就行了 然后呢 你透过VS code上面 可以针对这个 可以去trigger master share的功能 然后对Metadata来做管理 那架构大概是这样子 你透过VS code 后面也会带你router进来 所以router上面会有 pornum会authenticated plugin 所以你今天不要说authenticated 比如说你是OS2的authenticated plugin 的话 那它会透过authenticated plugin 直接带到对员 但比如说带到google上面的authentication 然后authenticated google 给你一个cookie以后 它是router会认得 那这代表说你这个人 经过的认识 你可以直接进来 那router做有一种程度 某种程度是一个lobbaneser 但你router可以不止一个 因为如果说你只有一个router 那个router可能会变成单点 也不知道 就是你前端 你只认一个router 它可能挂掉你就完了 那也许中间你会有个lobbaneser 或者是在java的程式上面 java的connector上面 你可以设定说 我今天是把javaconnector 当成一个lobbaneser 因为java程式本身就有个lobbaneser 后面带好几个 带好几个n-point 这个n-point上就直到router上面去 所以你今天可以说 带好几个router 这个router挂掉 你可以马上飞回到另外一个router 所以你java程式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这个是我觉得 所有的myserconnector里面 java是做最好最完整的 然后你router在两样的database 然后database帮你去对 做完的查询以后 帮你再返回到你的AP端 那这是它的一个基本架构会是这样 那配置过程大概会是这样子 第一个你需要一个router 但这个router不是一般的router 不是一般的myserrouter 我们这个东西还不是正式发行 目前是在preview阶段 所以你要到myserlab底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会需要到这个网址 htplabs.com 你需要到这个网址 然后呢这个网址里面所有在 所有myser正在开发中的 preview阶段的东西 在这里他都看到 但是目前只有一种东西 就是这个 myserrace service 的router 你需要到这样去download 那像这边几乎 市面上主要的平台 我们都有support 不管是linux Windows 等等 那像我们这次你可以download 比如说window环节 我叫这个环节是window 你可以download这个window的msi download完了以后呢 你可以在你的download的位置上面 可以看得到它 大一点好了 这个就是我从那个labs上面download下来的 而且它的名称后面加上labs 然后你去执行它 它就帮你带一个installer出来 就让你去install你的myserrouter 当你myserrouter 那这个myserrouter它放进你的program 就是你所指定的program的folder底下 你可以找到myserrouter那个位置 然后呢 你这个做完以后 接下来你需要到你的BS code底下 如果说你还没有装myser share extension的话 你需要到你的 到extension的repository去找 那像我这边已经装好了 你可以如果第一次装团 你可以去search一下myser share 这个myser share for VS code 你点它去install 它就自动带进去了 可能有一阵子 大概一两分钟吧 那它就帮你做起来 这个时候你可以在你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一个icon 那在你的初版的menu上面可以看到一个 你点它呢 就进入这个myser share for VS code的extension上面 那这上面会有什么东西呢 那你会有可以建议你的editor所开放的 就是你可以去assess的那个对象是有哪些 比如说你可以开所谓myserrouter的notebook 你可以开所谓myserrouter的notebook 然后呢你会用myserrouter的notebook来做这样操作 那或者你可以直接去管理的myser share for VS code 你可以deinstall uninstall或是disable它 或是重新再 如果说它有新的版本 你重新再install一次 或者reload一次 然后呢 connection 你可以建connection 你比如说我今天加一个connection进来 然后这个connection呢 你会指定说 delibase的位置在哪里 hostness是什么 pone number userness是什么 然后你的password是什么等等 那这个做好以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上面就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connection 多了一个connection 那这是我前面建的一个connection 然后呢 你打开来以后呢 这里面就会有各种不同的 你今天连到这个network上面 你可以看这里面的schema 这是user的schema 比如说Sakira呀 word啊 这些user的schema 然后底下呢 有哪些table 你可以展开来看到这个table 或者是sakira的 或sakira的table 甚至如果说你要看它的index 看它的trigger 这上面都可以一目了然 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直接去编辑它 或者呢 你可以直接点到某个turnit table 然后你可以说我今天是直接在把noble 就是sakira的noble打开来 直接对它来做查询 像我这边是 像我这边是slag的 Sakira的这个底下的actor这个table 然后你去执行它 然后你去执行它 诶 database到底在不在 我来看看 这是meister share 在meister command line 这database是在的 ok 然后你可以说 from 然后你去执行它 执行它以后它会把结果列出来 这个结果在哪里 它为什么一直跑不出来 不知道这里出了什么问题 可能我重新 等一下我重新开 anyway这是 这个 另外呢 就是 另外就是 这上面你还提供一些管理工具 你把administrator打开来 你可以看它的service status 看它的service status 你现在连着 好像没有连到database上面去 所以我今天可能要 难怪它这个database没有assess 是这个 去连它 ok 这样连重新再 可能它前面 因为我关机 所以它重新有断掉过 然后 你可以 打错了 打错了 你可以重复再打 word word 像它刚才有hint 那你可以设定说 你一次翻多少页 这个预设它是25个行 那另外你还可以看到 database的 这是notebook 这是notebook 那你还可以看到 database的status information connection information 现在我有多少个 connect上来 那上面是它有summarize 然后你现在database的 server的status是怎么样子 好 server status是什么 为什么它就没有没有连接 很奇怪 然后呢 另外还有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 dashboard performing dashboard 我觉得我应该重开一次 对不起 我重新再开一次 这server status 可能刚才那个session 不知道为什么前面没有refresh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hostname pro number等等 然后server上面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你的database的table 放在哪里 client端你有多少个connection进来 然后呢 performance dashboard 就是你现在跟performance相关一些参数 比如说多少个连线进来 然后你的网络的overhead是什么样 你的database cache是什么样子 等等 然后这个都做完以后 接下来你如果说 你要配置你的red service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按右键 然后呢你可以add red service 但你做之前呢 你现在把你router抓进来 我现在已经install好router 我就不需要再额外再install 但是你可以说 我今天去bootstrap 我先去bootstrap 我今天这个就去bootstrap 第一个动作需要bootstrap router instance bootstrap router instance ok 然后呢接下来你要去start你的router 但我们前面可能这个router已经start过了 所以我今天没法再直接start 我先把stop 啊 start完了以后呢 你在这个service底下呢 如果他已经做做好了 比如说你在这底下可以看到那个router instance在那底下 这个router 接下来呢 你可以加上你的red service 加上一个red service 然后red service的话你可以设定它的authentication方式 还有authentication用哪个application来做authentication 那其他的话 你可以看看说要不要额外再support你htes 还是要加hteprotocol 你可以自己再决定 啊 然后如果没有就ok 接下来呢 你可能要指定是某个technic的schema你要publish出来 你在那个schema底下 在这个schema底下 加上add schema to red service 啊 然后你可以设定说你今天authentication方式是什么样子等等 啊 要不要一定authentication啊 那有些要安全考量你可能requestauthentication 好 然后呢 这个做完以后 接下来你可能在这底下再加一个 你要publish出来的table 比如说我city要publish出来 我在city上面去 那我进去add to object array service 然后我今天不要做authentication 今天这个table不要做authentication 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option 这可能看起来比较不太方便 看到一些option又必要你可以去调一下 那Jason的上面的 呃呃上面的相关相关的这个参数 你可以在上面设定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你ok以后呢 那在这底下你可以看到你开的red service 预设名称叫my service 好 那出来了 然后work schema 这个地方 database在这个地方 table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按右键的时候呢 你可以说我今天用browser去看一下它的内容 那Jason document 这是从这个delive里面查出来的 像这个url呢 你可以直接加上各种不同的参数 你可以做quare条件是查询 你可以指定说我要查的比数是多少 你可以是你的limitation等等 这些东西都可以做的 那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过程会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呢 哦 前面讲 各位介绍过了 第一个先开你的router 然后呢 再查评加进去 因为是说查评加进去 然后呢 boostrime朝这个router 然后再开启 boostrime完之后开启的router 这样你就配置你的mr 跟你这个认可 什么iU键 所以我不要加了这个认可 然后直接加完 然后再加上你的red service 这样你可以pubbit出来 pubbit出来以后 你现在你可以让你的code 直接去透过red service的界面去access它 比如说你可以透过javascript 透过type script 去针对它来做这个access 那这个我就不止去一个讲 那你去access的url 后面可以加上 querifier加上的future 这future的一样的inferi条就有查 上一边可以加说 我要查country 我要查city 因为它的countrycode这个栏位 它的countrycode呢 是pubbit开头的 或者你用eco pubbit 也像这样的栏 就可以把你查出来 或是你可以做and or and and的两个房间的团队 那像这些操作呢 你都可以直接在这里下做 那现在这是查台湾 台湾的city 它的人口数 我今天这个查询是 它的人口数 对不起 它的人口数是大于10万的 但还蛮多的 那基本上我这个地方的位 还有五分钟 所以基本上我的这部分呢 就先到这个地方 告一个段落 那做个总结 那做个总结 从这个项目就介绍 让你可以做一个 比较更长久的一个 对马来说的支持和使用 然后能够支持新的技术 在TokuRate Service 帮你支持新的技术 那建议各位 如果有时间的话 麻烦 或是你今天有兴趣的话 麻烦多帮我们去做些测试 和使用 如果说你今天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今天可以在这里下 这个database的connection 按右点三个点 点三个点以后 你可以说 我今天要去report bug 我可以连到bug database 如果今天真的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连到bug database 那直接report一个bug 因为我还有authenticate 这太麻烦了 因为我们现在都做 two-faced authentication 所以没法直接进去 anyway 这个是可以直接把你带到bug database上面 可以直接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反映出来 你可以从这个界面来反映 那这个东西是可以用 已经相当稳定 但是还不是一个真正production的一个产品 所以建议你有任何的问题要多多指教 但是如果真正拿来做production的话 我们倒是不是特别的推荐 因为是preview阶段 那欢迎各位给我们批评指教 ok那我这部分就先到这个地方 告一个段了 好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